你知道吗?在寒冷的南极洲,有一座名为麦克莫多的研究站,是极为重要的后勤枢纽。 在夏季的时候,该站有100多栋建筑物和多达1200人在工作,可是其交通却不是很方便。 除了每年仅有的几艘火船外,所有东西都由飞机运输到临时机场,然后再用车运送到麦克莫多站。 在严寒的环境中,运输车辆还需要在固体冰层和火山沿,这种特殊道路上。